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广州土著频道 首先感谢所有的热心网友 感谢你们在每次看完广州土著频道的视频之后 都会在评论区里面写出你们的评论 和写上一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段 老人家处理遗产的故事 相信你听完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在日本关东的一个小镇上 四季如歌 春天映画漫天飞舞 夏天蝎星同风铃星交直 秋日枫叶如火 冬日雪花铺满散播 这里的生活临静而充满稳率 时间在这里似乎走得特别慢 在镇上住着一位70岁的老妈妈 这位老妈妈叫丁子 她的先生 在很多年前 已经去世 留下她一个人照顾家庭 丁子一身折剑而沉默 但是心中 有一份对儿女深沉的爱 现在儿女都长大了 儿子太郎 同女儿媚子 都在东京工作 已经好几年 都没回来探她 忽然有一天 太郎打了个电话给丁子 太郎说 她和美子在东京郊外创办了一家温泉旅馆 生日蒸蒸日上 太郎还说 美子和她几年来 都没见妈妈 心里面十分挂念 所以就准备回来老家 和妈妈聚一聚 丁子心中的自然是一阵欢喜 过了几天 太郎和美子带着精致的点心和礼物 突然回到了关东老家 望见自己一伤多年未见的儿女 丁子只是觉得这份久违的温馨 使得她的心重新温暖起来 一家三口在后院坐下 一起聊起了家常 太郎提到了自己的工作 美子 提到了自己小朋友的成长 气氛非常融合温暖 晚饭的时候 丁子突然问起他们 温泉宾馆的情况 这个时候美子面上露出了一点点尴尬的表情 太郎马上说道 妈妈 你年纪都大了 不如搬到东京和我们一起住 这样的话 我们兄妹两个都可以更好地照顾你 丁子心中有点疑惑 他问道 东京的房价高得离谱 我去到东京能够住哪里 不用担心 太郎跟着说 来到东京之后 你和我一起住 听到太郎这样说 丁子带着一种很复杂的眼神 看一看美子 跟着又看一看太郎 意思就是说 我走了之后 老家的这家屋怎么办呢 另外 我亦都不想去到东京 成为你们的负担 为了避开尴尬 美子就立即拉开话题 接着下来那几个星期的时间 大郎和美子 很频繁地拜访自己的妈妈丁子 并且帮妈妈打理家务 收拾庭园 并且带来各种礼物 总之他们就是想尽办法 使得丁子相信 他们对妈妈是有一片孝心的 经过一番努力 美子觉得时机已经成熟 在一天晚上在大家围在一起吃晚餐的时候 美子就提出 现在温泉旅馆的生意蒸蒸日上 但是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 需要一笔资金 他希望妈妈能够卖了老家里面的房子 将钱投入到他们的生意之中 同时将妈妈接到哥哥那里居住 这样做既可以使生意进一步扩大 同时 他们兄妹两人 也可以照顾老人家 使老人家有一个安稳的晚年 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 听完美子的想法 丁子心情复杂 本质上他并不愿意 卖了这一间承载着无数回忆的老屋 但是想到 如果把屋卖了之后 太郎和美子都能够过得更好 自己努力了 也可以有个依靠 经过几天的思考 丁子终于答应了他们的提议 把屋卖了 离开的那一天 丁子站在家门口 最后一次回望他的老房子 直扬将房子的轮廓 要觉得格外游和 花园里面的烟花树轻轻饶异 往佛在这里和他告别 丁子心里面有一种莫名的失落和不舍 丁子走得很慢 每一步都好像是割自己的肉一样 但是当他想到自己这样做 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有更好的生活 他还是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决定 太郎的家里并不大 丁子住进来之后 那个媳妇经常给面识他看 丁子感觉自己真是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多余的人 连走路都小心翼翼 有一次 丁子问起有关温泉宾馆的事 怎知媳妇跟他说 根本没这样的事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陷入了财政困难 想不到你还走来东京来打扰我们 不知真相的那一刻 丁子感到整个人都是空的 他没有揭穿儿女的谎言 只是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因为丁子知道 他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家恩惠房子已经卖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够选择继续留在太郎和他太太的家里 丁子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在太郎家里 无垃圾之地 他经常一个人躲着偷偷流眼泪 回想起过去的日子 每当他想起丈夫在世时的温馨时光 和一对儿女 在世时的乖巧 心中感到一阵阵痛楚 总于在某天早上丁子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离开这里 他不能再忍受这样的生活 他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 没告诉任何人听 偷偷离开了太郎的家 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在流浪的那几天 丁子住在东京的街头巷尾 他打算在流浪中发光所有的积蓄 然后就随遇余安 但是有一天 他来到了东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 村庄不算大 但是周围是密贸的森林和田野 空气清新 远离了城市的圈蛙 走入村子之后 丁子发现这里有一些被遗弃的老房子 看起来已经是很多年没人居住 他看中了其中一间 虽然有点破旧 但是比起流浪街头已经是太好了 丁子找到村长 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村长是一位善良的老人 同意他 住在里面 在这个小村庄里面 丁子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村民对他十分友善 大家都没有问他的过去 只是热情感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社区 丁子开始在这里种蔬菜 养了一只小狗 生活虽然简粑 但是充满了安寧和满足 在某一日 丁子爬上角楼 在角楼里面他发现了改变命运的秘密 在角楼里面他发现了一只旧木箱 木箱上面落满了灰尘 显然 已经很久没有被人移动过 好奇心驱使他打开了木箱 里面竟然是一箱 金银首饰 这些首饰的饰仰 虽然是古老 但是看起来 极为珍贵 丁子看着这些珠宝 内心震惊不已 他不知道这些珠宝的来历 也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但是丁子已经意识到 这些都是他今后生活的依靠 于是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是偷偷聘了一位律师 经过减定 这些珠宝价值不非 丁子决定将他们变现 传入银行 丁子的生活依然是简樸 但是他已经不再担心未来的生计 并且他为自己请来了 比较好的私家护理 同时也通过律师 立下了遗诅 丁子在村庄里面 过得平静 而充实 他每日 与村民一起劳动 偶尔会到山里面散步 呼吸清新的空气 他不再想念太郎和美子 因为他已经和他们挖清界限 过去那些痛苦的回忆 逐渐在宁静的生活中 慢慢淡忘 他有时会想起自己的丈夫 想起他们在小镇老家的日子 虽然那些日子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和过去和解 丁子不再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遗憾 亦不再期待遗憾的关心 丁子决定 活在当下 享受余生 每一个宁静的日子 不知不觉 丁子在村子里面度过了他晚年的时光 来到了九十岁 一个中午 丁子在后院的木耳上闲眼睡 阳光笑在他身上 庭园中的花草 随风遥溢 丁子的呼吸 越来越平稳 逐渐逐渐 越来越慢 生命的光辉 在这个安宁的中午 慢慢熄灭 就这样 丁子安长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没有痛苦 也没有遗憾 村民为丁子举行了简薄而壮重的葬礼 葬礼那天 律师来到了现场 同时律师也通知了太郎和美子 特别提到丁子有一笔巨额财产 会在葬礼现场宣毒为主 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太郎和美子也匆匆来到了这个村子 他们满心惶恐和疑惑 因为他们早已将母亲抛枝老后 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 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 可能母亲丁子 为他们留下了一笔巨额的财产 在葬礼上 村民宿木俯为丁子的母前 律师在一片寂静中打开了丁子的遗图 遗图的大概意思是 丁子的遗产 在银行的账户里面大概有4亿日元 听到这里 太郎和美子突然间感到云身打震 完全出负他们的意料之外 自己的妈妈 居然有一笔巨额的财产 律师继续说 根据丁子女士的遗愿 他所有财产的50% 捐赠给慈善机构 用于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 20% 捐赠给村子 用于改善村庄的基础设施 25% 捐给他在晚年的时候 照顾他的护士和护工 感谢他们的属心照料 太郎和美子一边听 面识从开始的激动 慢慢变成 瘡白 最后变成 愤怒 他们吞了口水 母亲丁子遗捉的每一个字 都在摧毁着他们能够轻松继承遗产 和无忧无虑的生活前景 最后5% 律师继续宣读 太郎握着拳头 这是他得到遗产的最后机会 最后5% 由本律师事务所继承 犹如晴天霹靂 太郎握着拳头面试阴沉 美子低着头 眼中充满了泪水和不甘 他们两个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的妈妈竟然会将所有财产 捐给其他人 葬礼结束之后 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太郎和美子 带着满康的愤怒和犯粗 默默地离开了村庄 下葬礼结束之后 下葬礼结束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